这是阅读片 我们继续看 旧约圣经创世纪 我们在第一集有讲过 第一个圣经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尤其你不是基督徒 顺便了解一下圣经 也不是什么坏事 有跟基督徒聊天 或者跟一般聊天 聊圣经的时候 你不会一无所知 所以人就是最怕 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有些人就说 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 我会吃饭 我会睡觉 我会赚钱 我会玩手机 我会旅游 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你要说 是啊 这些都基本的 可是聊一聊国际常识 聊一聊圣经 聊一聊什么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那怎么样 那能赚一毛钱吗 了解国际常识 只有能赚一毛钱吗 有的人他就没办法 他就不重视这个东西 然后别人看不起他 又说 你歧视我 美国人你欺负我 你歧视我华人 美国说你都来 美国移民 你至少知道 美国总统是谁吗 美国国父是谁吗 华盛顿美国首都 华盛顿特区 你要知道 有些美国纪念日 节日 什么东西 美国人的风俗 民想吃 我是中国大陆来的 我在中国大陆长大 我在台湾过来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有钱 我有钱 我有钱移民 我在这边 我会打麻将 我会逛街 我会看电视 你说那些 我都不知道 我不是美国人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用美国东西 我也不想学 人家就不想跟你交朋友 然后他又说 你都歧视我 你歧视我 你都不想跟我交朋友 老实来这一套 就是很多人 就是不会反 反求初纪 都第一个 受了委屈 都说你歧视我 你歧视我 但都不会去想说 那个 为什么 所以像美国很多黑人 当然美国有些警察 是执法过当 可是 有的时候 有一些情况 你也不能完全怪 怪这个 白人警察 黑人警察 对黑人是好一点 当然没有问题 就有的时候 警察就追着他跑 你为什么追我跑 为什么把我靠起来 警察说 你跑啊 你看到我警察 你应该不怕 你没做坏事 你不怕 我问你什么问题 你就回答 就没事了 你这边 刚刚说有一个 有一个窃案 或者有一个什么 什么案子 所以我来查案 我警察 接到通知来查案 就你一看到 我就跑 那跑就表示你心虚 为什么跑 那黑人就说 我不知道 我看到警察 我就怕 我看到你好像 对我什么 我就跑 我也没做什么事 但是问题是 你为什么要跑 很多黑人 一看到警察就紧张 一看到警察就跑 或者是 讨厌警察 出言不信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 警察是 是直跑过当 是有这种情况 但是绝对少数 你不能说 美国白人警察 都歧视黑人 都讨厌黑人 一看到黑人 就想打 那也不可能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 你看到我 你就跑 那我就怀疑你 或者是我叫你 拿出什么证件 你又不拿 又跟我讲些 五四三的东西 那我火大了 我就把你靠起来 因为你什么都不配合 所以你在美国 碰到职榜 FBI CIA都不会 CIA是管国外 碰到警察 碰到联邦电话局 探员的时候 你最好配合他 怎么配合他 第一个 他叫你做什么 除非太无理 你事后可以去检举他 但是当下 只要他讲的还合理 你尽量配合 叫配合调查 第二个 你不要讲谎话 你对警察 讲谎话 对ABI探员 讲谎话 那很严重 不要做伪证 就是你可以说 不知道 不清楚 我不记得 但你不能故意骗他 明明是一个男的在抢 你故意说是一个女的在抢 你讨厌一个人 明明不是他 好像是他 你不能欺骗他 所以这有些东西 都要注意到 我们继续看 And he said Who told thee That thou We are naked 这都是古字 Has thou eaten or treat Ware off I command Thou Command thee 这个是受词 主词是 你们 主词是 第一人称 T-H-O-U Thou 受词 因为现代的英文 U不分 这个 主格 受词都是U 以前古文是分 Thou跟D 你看这个 Thou是第一人称 这就等于是 Should 多一个EST 不是最高级 不是这古字 告诉你们不能吃 谁告诉你们可以吃 And the man said The woman whom Thou gave it to be with me She gave me of the tree And I did eat 亚当就说 这个女人 就你造的 这又是give 他们喜欢 以前古文 喜欢加ST 为什么不用现代英文写 我前面也讲过 圣经你不能随便乱写 你自己写 人家不承认 就是你创造出来陪我一起 这个女人 就是我太太 就是夏娃 但至于为什么要去Eve 待会会讲到 然后她给我这个 不是给我树 给我树上的果实 又省略掉果实 小孩子又不懂 说问树就不能吃 那这个圣经 这个是千水百炼 为什么不写树上的果实 为什么不写果实 为什么不写food 不写apple 这个神父什么 要解释一对了 然后我就吃了 And the Lord God said unto the woman What is this that thou hast done And the woman said The serpent begot me And I did it 然后这个神 神啊 你看这个很多名称 神也可以 赵物主也可以 万物主也可以 耶和华也可以 天父也可以 这一大堆名称 反正伟人也是嘛 就像蒋宗正 又叫蒋介石 又叫蒋志钦 又叫蒋叉叉叉叉叉叉 国父又叫孙文 又叫孙中山 又叫中山桥 一大堆一大堆 在日本说一大堆日本名字 一大堆啊 所以这个伟人啊 他要取一大堆名字啊 毛泽东啊 毛泽东的名字比较少 所以蒋宗正说 你叫中山 我是你的门徒 我本来叫蒋介石 我就叫中正 你中山 我中正 都要取个中 所以你希望你儿子有名 你取个张中什么 反正委员嘛 要有个中嘛 大中之政嘛 张中之 张中大 所以台湾这个以前呢 这个很多名字啊 蔡奇亚明啊 就是 就是 大家都喜欢取的 男的取建国 喜欢建国 台生 台湾生的 女的喜欢取淑芬 什么美玲 都喜欢取这种名字啊 然后天主呢 就告诉 告诉这个 下巴 这女人说 你做了什么事情啊 这个女人说 这个有一条蛇啊 比干尔是 蒙蔽了 欺骗了 蒙蔽 所以我就吃了 这都是古字啊 你看这古字有几个字啊 Hest 古字啊 Ort 古字 道 古字啊 然后这个 Dye 古字 Shart 古字啊 道 古字啊 一大堆古字啊 但是也还好 也就那么一些嘛 可能二三十个吧 那这个天主呢 就跟这个蛇讲 因为你所做的 一切啊 因为你做这些事情啊 你就会被 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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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分辞嘛 所以这个 这个 ART 不是艺术 而是 ARE 然后 当然就是高瑜啦 当然也不能讲高瑜 高瑜也不好解释 就更胜于 更胜于 所有的牛 你比牛啊 因为牛也是 等于是 这个从字面上 一直看起来是诅咒嘛 牛要给人吃嘛 那当然是要诅咒啦 那牛说 我身家 为什么要被人吃啊 那人生下 为什么不被什么吃啊 那被诅咒啦 然后也胜于啊 更胜于 这个 这个土地上的 各种的动物啊 然后在你的这个 肚子啊 Ballish 肚子啊 你要用肚子去走啊 然后尘土啊 你要吃尘土啊 蛇要吃土啊 你中期你一生啊 你一辈子要吃土 要用肚子去爬 那蛇嘛 蛇 当然蛇不是吃土啊 但蛇确实用肚子来爬嘛 但吃土 意思就是说 吃土上的东西啊 土里面呢 吃个什么青蛙 吃个老鼠啊 吃个虫啊 吃个什么东西 当然大蟒蛇 就吃大一点啊 小蛇就吃小一点 这些东西的东西 就吃了 这些东西 就吃了 这些东西 and thou shalt be issues 然后我将会放一些什么 这个amity 这个字难一点 敌意 就互相讨厌 我会把这个敌意 你们互相讨厌 在你跟这个女人身上 意思就是说蛇跟人 从此人一看到蛇就打 谁一看到人就想咬 让你们互相为仇人 然后在你们种子跟他种子 这个听不懂 看不懂 什么种子 就后代 种子就是会植物种子 它会继续慢慢变大 变植物 就是后代的意思 You shall bear their head 这个人 这女人 跟她的后代会bruge bruge就是淤种 淤青 偶青 台语叫偶青 碰到你就打 把你的头打 尤其用手不敢打 用棍子 打蛇 有可能打到身体 打到尾巴 但一般是打蛇 打七寸 打蛇 让你的头边渔青 然后你也会把他的脚跟 那种渔青 因为蛇 一看到人 因为蛇不够高 就只能咬脚 咬脚趾头 脚跟 脚踝 这边是咬你的脚跟 你们看到就变仇人一样 仇人见面 分外来 眼红 人看到蛇以后 人打蛇 蛇咬人 所以你可以下次问 人老是要打蛇 为什么蛇老是要咬人 人家说 当然了蛇就要咬人 你说有没有什么典故 最早是怎么来 这自然骂天神 你去看看圣经 圣经里面讲 你就可以掉点书袋 说因为圣经要讲 把这段讲来 有学问 因为这最早是这样讲 所以神就处罚女人了 对女人说 我会呢 Multiply就是增加 就大量的增加 我们一本 这个英文 这个Multiplycation 乘法 乘很多倍 加法是一加一 五加几 比较少 乘法就乘得多 25乘97 就乘得多 就大量增加 你的忧伤 你的痛苦 然后这个conception 一般认为是观念 这个观念 然后增加 这是什么观念 听不懂 它另外一个意思 一次多亿 就是怀孕 会增加你怀孕 等等 以及各种痛苦 要处罚你 就是让你痛苦 让你忧伤 你会生小孩 生小孩 怀胎十月 痛苦的不得了 怀胎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又有怀孕 各种症状 头痛 头晕 身体不舒服 没有力 很痛苦 生小孩说更痛苦 所以几个痛 受不了 牙痛 痛起来 牙痛不是病 痛起来要人命 结死 痛起来 满床部 打滚 还有身材 身材痛 痛得要命 痛得要昏过去了 然后呢 你将会崇拜 崇拜你的老公 然后你老公会管你 会统治你 会管你 所以反正就是要处罚这个女人 H__ And unto Adam said Becone thou hast Hunker unto The voice Of thy wife And hast eaten Of that Of which I command TheE Thou shalt not eat Of it Cïrshed is the ground 女人处罚的比较重 但是男人年代责任要处罚 女人是叫你吃 罪魁祸首重重处罚 蛇处罚的最重 亚当你不听我的话 你轻易的听老婆的话 吃了这个果子也是要处罚 对亚当说 因为你hacken这个字 也是古字比较难一点 就是听就等hear listen 你听你太太的声音 就听她的话 要吃了这个树 不是树 吃了树的果实 树不能吃 是果实 所以以后看到这个tree 就把它直接当成苹果 就没错了 但是好像还没有讲苹果 我命令 我曾经命令你 说你不能去吃它 那现在这边一个冒号 就是等于是 就是内容 这个 那你吃了会怎么样 它一个冒号 我诅咒你 因为 for the sake 因为这个原因 你吃了果实 你要在地上 你稍微 你会有很多痛苦 你吃了以后 它想eat of it 意思就是 就是说为什么在地上 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 我处罚你 你现在只能吃地上的食物 地上 本来我给你很多蔬果 好吃的 树上长得很漂亮 树离土地有一段距离 从现在开始 不准你吃了 你只能成地上 所以以前的很多宗教神话 都讲以前黄金时代 都吃那个穷江玉叶 后来慢慢做错事了 得罪神了 所以不只是基督教有这样的故事 其他宗教有很多 就是上古时代 一个叫黄金时代 Golden Age 那时候都是吃好的 都是神给他的 后来做错事了 不止基督教其他教友 就开始吃五穀杂粮 那吃五穀杂粮两个缺点 一个缺点就是寿命变短 所以以前黄金在人长生不老 吃了五穀杂粮 第一个就寿命在一百年以内 第二个吃五穀杂粮就生病 吃穷江玉叶不会生病 所以人就生老病死 然后 Thom shall shine the thistles shall it bring forth to thee and thou shall eat the herb of the field 然后有很多荆棘 这个 Thomers就是刺 还有这个 thistles就是祭 一种植物 反正就是 地上产的植物 有很多有刺 就是你要去採庄架什么东西的时候 常常有刺 这只是一个代表 反正就是说 你採节的时候 常常会受到一些痛苦 可能手被刺伤 或者就算不是你去拔刺 你要种刀 种什么东西 要擦秧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很辛苦的 然后你必须要吃地上 种的各种食物 穷江玉也不给你吃了 In the sweat of thy face Shall thou eat bread Till thou return unto the ground For out of it was thou taken For dust thou art And unto dust Shall thou return 然后这个 虽然是流汗 你脸上有很多汗水 因为你要吃这个 要吃这个面包 看不懂了 吃面包怎么会流汗呢 它面包只是一个代称 就是从地上产生的 各种植物 面包也是小麦 小麦 然后把它磨成面包 所以面包是一个代称食物 地上的食物 那你要跟作 你会流很多汗 这个意思 直到你 然后 Return unto 直到你回到 回到了土 我们待会再讲 为什么叫回到土 out of it 从那里面出来了 就是你是从土里面出来的 所以要回到土 这个尘土 就是你要回去 所以这个外国人 在举行那个 举行那个 上葬的时候 那个牧师 如果万一 黄教野外没牧师 就要找一个年高得少的人 反正要念 成归成 土归土 怎么样 一看都是这样 就是 成归成土归土 你下次问 成归成土归土 外国人这个 上张的时候 要埋人的时候 牧师要在念 到底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成归成土 土归土 人家说 我不知道 愿文起 这样就看到 神行里面 这一段又讲 有学问有学问 然后亚当就叫他太太 给他取个名叫 夏娃 Eve Eve 你就叫 艺福 怎么叫 夏娃 艺福跟夏娃 这差很多 名字不知道怎么翻 可是像John 翻成约翰 这个很合理 你说John 应该翻成穷 翻成强 怎么会翻成约翰 这个倒是有道理 因为以前 那个欧洲人 因为到中国大陆 说欧洲人先去 比美国人先去 欧洲人很多 John 他念Yohan 他念Yohan 所以那时候 广东人 达里人就听 Yohan 就翻成约翰 这是对的 之后来美国人念John 可这Eve 以前没有念 Shawa 就没有 所以我都搞不懂 因为她是万物之母 所以这个为什么万物之母 为什么不去 Jennifer 不去Mary 为什么去Eve 你看Eve就是前夜 Christmas Eve 圣诞夜 圣诞夜的前一天 圣诞夜 当天晚上 Eve就是所有东西的来源 所有东西之前 在万物之前 所以叫除夕 所以叫前一夜 前一个夜里 就是在万 在所有的时间 日期之前 那是Mandale 万物之母 他一定生在 这个万物之前 所以他这个意思 Eve 就是万物 在万物之前 他最早的意思 所以就去Eve 这个意思 后来变成除夕 前一个晚上 前一个夜里 除夕夜 圣诞夜 这个意思 这一集讲 这